我今天要记录的是怎么样做新鲜的柠檬汁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做 可是要怎么样做那个柠檬汁非常的香呢 最重要是柠檬的皮屑要进去 那这个美国买的这种绿色的柠檬叫做Lime 那黄色的柠檬叫做Lemon 那不过我们都是称之为柠檬 因为两个味道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因为皮屑要进去 所以你在使用之前需要把这个稍微洗一洗 我不知道上面有份农药 所以通常会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呢 就需要来磨这个皮 那磨皮器有两种 我这边有两种 这种是半圆形的 英文叫Zester 那这个是台湾的磨泥器 也是可以 这磨泥器的话 它可以来磨姜泥、蒜泥都很好用 那我喜欢用这个 因为它这个你看 我现在先把柠檬皮刮一刮 我就这样子刮 你刮的时候你会发现柠檬的油 就柠檬油会出来 那你的手会有点点油油的 那你刮的时候绿色的部分 我是从一个朋友那边学 他说这个绿色的皮 如果你刮的太彻底 刮到白色的部分都出来的话 那就可能会苦苦的 黄色的比较没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都遵照它的方法 我就是刮到好像 这柠檬油有点点搓伤的感觉 然后我这边准备了一个开水 我就把刮好柠檬皮 进去洗一洗 然后把这个刮皮器 这个Zester也放进去洗一下 这样柠檬油 你待会闻到这个水分 就是这个泡的这个水 就会有柠檬香味 可是不会有酸味 因为现在只是皮进去而已 那同样我每一个都这样子刮一刮 那我因为我不想要弄到白色的部分 所以通常如果有受伤的地方 就是刮受伤的地方 我就不重复刮 就这样稍微洗一下 然后呢 我这边还有四个 所以同理可证 如果说有的人喜欢放那柠檬的切片 进去装饰 最好是不要用这种绿色的 用黄色那个比较不会有问题 因为我曾经切过绿色下去 真的后来那个整个柠檬水 就会有点苦味 稍微再洗一下 好这是最后一个 好多洗一洗 然后我这里放它去洗一洗 好那现在我就要 要来挤那个柠檬汁 我这边有一个榨汁器 就是专门有成类 成类的那个榨汁器 那我学到的时候 你如果说那个 你怕里面吃出来的话 你最好把它这样子揉一揉 好现在切开 因为你揉的时候里面的果粒就裂掉了 那你看这样子的话 你刚刚揉过的话 它会比较容易出柠檬汁 轻轻 我的左手比较没力 所以你这样 轻轻的挤它就会出来 但是我们还是用杂质机来弄 你看现在就干净了 好同样的 我现在把这几个都洗好澡的 都给它搓一搓 好 每个都切一切 好的 你看剛剛檸檬皮洗過的那個水就是有點綠色的 檸檬皮屑然後水也沉綠色 這個是很有檸檬香味 然後我就會把這個這樣沖一下 之後呢 先打算 沖了 準備要沖檸檬汁 這個是之前 之前我就先準備了一些開水 已經泡了一些糖水在裡面 然後這樣子我希望它攪散比較快 因為有時候我用稍微溫開水這樣泡比較快一點 所以這邊我就先沖了一些 糖水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準備要把這剛剛擠的檸檬汁 放它去調 新鮮自己做的新鮮檸檬汁通常是 可以放到三天吧 第三天之後你會發現那個味道就 不像新鮮的這麼香 就開始有一點點 壞掉的味道 好 謝謝 快掉了 沒有了